就是我去接夫人 刚好他女儿 两个女儿从纽约来 那我们之前都有想说 女儿有从纽约搭飞机来 我们要不要接机啊 那我们不好意思问 后来突破管达了解 夫人叫我们不用接机 因为他说他女儿很独立自己可以来 英文也可以都没有问题 叫我们不用麻烦 所以他们自己是自己坐飞机到机场 从自己机场到我们住的旅馆 住在伦敦那个Holiday Inn 也不是很贵的 但是我们去帮夫人准备 因为夫人背不好 背痛 我们要去先探 反正也要任何国内的中央长官团去 我们都要事先 场地动线都要走过 餐厅要先订 要不然你临时去 有一大票二三十个人去的话 场地没有位置 会够做很尴尬嘛 甚至有时候要试吃一下 夫人她很认真 她会上网去看看 这个餐厅怎么样 价钱便宜 何宜 然后也不错吃 然后我们就就先去敞开 然后去看这个场地跟老板讲一下 可是我们又不能暴露说 我这个VIP是谁啊 因为维安的考量嘛 好 那我们去饭店还要把那个床 那个床 哎呦我的床都很软 所以你要跟那个老板 董事长总经理说 哎这个我们有重要贵宾来 他可能背不太好 他比较希望能够有一个硬的床 那我就去宿舍啊 这个床还不够硬 还不够硬 我说这样了 我说你把那个床换掉 床留着 床垫留着 你去买了两个木板 好 木板来 然后呢 木板铺上去 两好材一样的大小 铺上去 上面盖了两床被子 然后再试睡一下 很不错 可以固定的住 所以我们后来就这样子 让夫人睡那个比较硬的床 好 那 夫人去之后第二次因为他女儿两个去 两个女儿家价都非常好 他们两个都是都是文化人嘛 然后去那边我们安排他 巴会大英巴都会博物馆 看 看这个国家艺郎 还有看这个Ted Morton 这个这些跟他们的馆长见面 还有一些比较小的艺郎 他们都是 针对真的很深入的问这些问题 但是没有问一些 就真的是很深入很专业的 那第二次可能因为夫人 去女儿两个都在身边 她心情很好 笑容就比较多 这可能也因为第一次我在爱丽宝 跟她见过面 第二次比较熟了 所以她就跟我比较热络一点 那我们帮夫人拍照 要很小心 你不能傻傻的一直蒙拍 有些人不喜欢 因为夫人很低调的 那我就事先跟第一次在爱丽宝接待 我就跟她警官说 我们要帮夫人拍照 她怎么拍 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 她说你可以拍没关系 但是不要让她觉得你紧迫盯人 所以我就变成狗仔队 我要很有技巧的拍 那我不是只有围台拍 我请同事都拍 当天晚上回去几百张照片 马上筛选出来 好的 不好的就淘汰 当天我们就把她打弄好 当天呢 拜会的单位三个五个 我们英文信都先准备好了 让夫人准备好了 在我去 因为安丁宝才三个同事 我们在伦敦代表 我们都先帮她准备好英文信 针对那个场合 信都写好了 当天结束完之后 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参观的场合 跟是不是跟这个信内容大致吻合 没有脱离太多 如果脱离太多 我稿子英文稿还在修一修 如果脱离没有什么差别 我们就用原来的稿子赶快套印 套印完之后 还要了解夫人是用哪种性质 印完之后 当天晚上就放到夫人的门下 因为我们都加班到凌晨两三点 我要写电报 要写新闻稿 报为台北 要整理照片 英文信要弄好 塞在夫人门下 第二天早上一大早起床 吃饭的时候 如果没有意见 她就会签好名 第二天早上 我们就会请同事 留守的同事 把这五封信 三封信 个别个别的送到 我们昨天拜会的单位 我们做到这么细致 每一天都是这样子 所以夫人要走的前一天晚上 我们把所有这一段时间 她在这边六天 所有的照片 当然要剔除一些拍的 可能不太雅观 像果不好 或者很多闲杂人等那些 我们就比较好的 烧成光碟 然后我们自己做成 一个像CD这样 DVD这样 外面还有壳 还有照片 我们自己做彩色的 就先给夫人 然后事后再用公文 结案的时候再用公文 报一份正式的DVD 报为台北 这个夫人没有要求 是我们自己做的 我们觉得 重大的团 我们都是这样做 所以夫人 那一次去的时候 伦敦她心情就很好 然后跟我们有说有效 那因为我要做导览 我要 那时候还没有请 那个专业导览 我变成说夫人去的时候 哪些景点要去 我要事先做功课 还有我对历史人文 这个很有兴趣 我自己平常有涉猎 那她去的时候 我会看她的眼神 她如果觉得 她有点兴趣 你要察言观色 她如果有点兴趣 你就多讲一点 她如果觉得心不在意 我想看别的 你就不要讲 所以即便在爱丁堡 第三次她在爱丁堡去 也是当代船体机场 也是一样 第一次很冷漠 第二次开始热络 第三次我去的时候 在机场 机门口接机 我陪沈大使 跟我们那时候处长 沈大使夫人也去了 那前一个礼拜 我们就去探开了 她到的时候 我们前一天晚上到 去接机 然后夫人看到我就说 组长 那时候是代表处的组长 我说组长 你不会认为 我怎么又来了吧 她就很幽默这样子 第二天早上一大早 又在同一个旅馆 三年前她来那个旅馆 她又住同一个旅馆 吃饭的时候 我进去的时候 她在那个角落 因为那个旅馆 早餐是 主菜是要自己点的 其实它是自助餐的方式 那我进去的时候 前面有一座 我同事跟警官 我一进去 我跟夫人点个头 夫人没看到我 可是我坐定的时候 夫人就走过来跟我打招呼 说 那个组长 今天就要开始 今天这几天的行程 会很忙碌 我们可能没有太多时间交谈 我先来跟你打招呼 我两个女儿 要我跟李叔叔问好 真的很有家教 我不相信这是做出来的 我想真的是有这样子 然后第二次 从伦敦她回去的时候 不到一个多礼拜 不到十天 我记得她女儿 两个女儿写了一封 银信片 上面附了一张 就是那一张 我跟她妈妈的合照 然后写信来 谢谢我 说 主长谢谢你 你们工作这么忙 还 帮我们安排这么好的节目 非常感谢你 辛苦了 这样子 那我 当然我看了就很感动 这样子 所以 那是第二次